好 谢谢各位法友 然后也谢谢山墨地的这些法工 他们的安排 才能够圆成我们这样的一个 说法的这种聚会 所以谢谢大家 然后今天要讲的题目 其实是非常重要 那我能带到什么程度 就带到什么程度 那可能要请各位同学 要非常仔细的听 因为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 停止依赖 心灵上面的依赖 心灵才会有真正的自在 所以刚刚跟你的题目 刚刚跟你的问题很好玩 你说看心 那我问说心在哪里 那他回答不出来 什么是心 心怎么发生 那宽东法师说 如果上礼拜有去听的话 上一次有去听就会回答出来 那就是刚也甄请了 那个执行长他们的同意 然后就由这个时候 跟大家介绍一位 非常难得的修行人 就是观众法师也去听 然后我上礼拜也去听 然后也就是我星期六 准备归一的一个法师 星期天 那他现在在 有每个 还剩下两个星期 他在那个民权东路的 民权东路三段 明优里的一个松青市场 上面的四楼 好像这边陈师兄 应该会有资料 然后还有两堂课 他在那边会讲两堂课 然后听说他就到美国去了 然后我看到 当场听的同学 还有我个人 听的都非常感动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 真正在佛陀的原始教法上面 见地修正跟表达 都算是凤毛麟角的修行人 那南传佛教的巴黎语的世界 我们不知道啦 就是在华人的世界里头 以我个人的这种因缘 遭遇来看 我看似缺无仅有 然后呢 我亲近了他几次 他后来就跟我讲 他说他不想浪费生命 我说我也不想浪费生命 但是我从他个人的这样的一种 对法的这种投入上面 他是请全力在燃烧他自己 他请全力 想要把佛陀的正法教 藉由他这一身的这种 圣经的这种能量 他几乎是 已经决意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所以我觉得 那个机会不一定会常常有 那所以经过执行厂 跟诸位那个法友的同意 在这边跟大家做顺忠的这种 推荐 因为真正的原始 原始佛陀的教法 事实上 就我个人所知 几乎已经淹没了2300年 那所以 抱歉 十几年来 我们 等说这十年来 我们明和讲堂 少少几个人 然后背后有一些 复法的朋友 然后一年出一本书 一年出一本书 其实 我们很知道说 我们在家人 事实上是力量 非常的微弱 但是又看到说 真正的那个正法 真的是 那么的宝贵 那么的容易让人受用 那结果我们在 在这个 所谓的佛教界 那因为正法被淹没 所以很多人在找法 那事实上 也不容易找到 那像这位 随佛法师 他是在佛门 几乎均润了40年 那他说 上礼拜他说 好像是 他是十几年前 才整理 确定下来 所以等于他也有 等于说有相当的 二三十年的这种苦心 在探寻 那他探寻之后 我们说 怎么讲呢 就是说 像我们学习原始佛法 这么久 然后他有一个 基本的修学的要领 就是要随时能够做内观 那做内观呢 他不是表示说 就有什么样的正量 那只是会变成说 对于自己的 身口欲醒的 整个的状态 跟他的因缘果报 他的流转 会比一般人 稍微清楚一些 那所以 以我这样 大概将近十年 那你如果说 连在这个 在探索的过程当中 将近 也将近二十年 所以对我们来讲 一个修行人 他的修行的力道 生命的亲近度 智慧的层面 大概到哪个地方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 很确认 但是基本上 大概可以分辨得出来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 就是说 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 亲近的修行人 而且有相当的 解脱到的正量 所以 非常慎重地建议各位 多去亲近 我们这辈子 能够得益一个 真正亲近 有正量的三知识 对此事 对后事 都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是这样 好 那我们就 就跟大家 先做这样的 那个介绍 那我们就进入 今天的主题 今天的主题就是 停止依赖 心才能自在 但是你 我们一般就很容易 就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他说 说的比较简单 做起来很困难 对吧 这当然 你如果是无间歸 反省 无间歸 自在 我们一般人 本来就都念在这个世间 如果没念在这个世间 今天就没在这 所以就内在就是 我们如果说 从佛法来看 就是因为还有 没有破除的这种无名 所以呢 也跟随着 还没有断除的这种浴滩 然后在这种无名浴滩 不断攀缘的结果呢 所以在这个 生死轮回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就会一世一世的 有这种五印的抱身在流转 那所以事实上呢 我说这个问题很深的 很深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心如果真正彻底停止依赖了 那你想啦 那个人就是一个解脱者 没有解脱者的话 至少他也会知道 怎么样让心灵解脱跟自由 对 其实就是这样的问题 好 那我们来回头来看 你看像我们平常 比如说 如果天气稍微不好一点 有没有 太热的时候 有没有 你看你就坏了 那这样心里有没有自在 你看就没自在了 太冷的时候 你看你也不自在 所以我们一个层面 一个层面来看 我们的心 如果 没有很自觉 不知道他整个的 运作 就是他的这种 原生 原起的这样的一个特性 你看我们不自觉的 就会被外在的 外在的四大 就能够把我们的心呢 搞得怎么样 痛苦不堪 黏一热 黏一凉 有没有 那 黏一太热 黏一太湿 那我们这 随着这个身体的这个感应 对外界四大的这种感应 影响到我们的内四大 你看那我们的心呢 就会随着身体的觉受 有没有 就会起伏 动荡不安 这是一面 看到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 所以 如果要让我们的心 能够比较自在 你看你在这个地方 就必须要注意到了 注意到说 我们这个色身 其实就叫做内四大 跟外四大这边的这种关联 所以你要能够 知觉到这种关联 什么意思呢 就是 外四大会影响到内四大 那内四大呢 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 我们我们对他有觉知之后呢 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 我们的觉受 甚至应该希望我们脾气 会变得不好 或脾气会变得比较好 有没有 有时候会比较浮动 有时候会比较沉浸 有时候跟整个天气 就有都有关系 看到没有 这就是我们看到什么呢 如果你没有自觉 内外四大 对于心灵的觉受的影响 那在这个层面上面 你要自在就有点困难了 这是一个层面 那另外一个层面 我们一般比较不容易注意 我们一般比较注意到的 是什么呢 那就是 人际关系 人事物相对于你 刚讲的是相对你外在的 这样的一个 我们说一个大环境 纯粹是自然的环境 外四大的环境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说人间的这个时间 人事物 你对人事物的这个关联 如果没有很自觉的话 你看我们的心会在这里 非常非常受苦 比如说 假设说我很喜欢这个手表 那突然今天忘了拿回去 然后丢掉了 那我可能就会有一点苦感 那如果对一般人来讲 他可能那个 会感觉 那个蛮晚期的这个样子 比如说 看到吗 我们对于 这个 世间的这种物质的这种直取 或者追求 我现在只讲物质 你看 它就会带来你心灵的 不自觉的动荡跟不安 对 然后再来第二个层面 那我们在各种人际关系上面 比如说我们说 从正常的夫妻关系来看 因为我们 我们透过这几堂的这种开演 那大概同学会体会到说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病人 只是病得轻跟病得重 对 但是呢 我们自己生病 很少人 自觉到去探索自己的病根 然后呢 熄灭那个病根 疗愈自己的病痛 对不对 很多人这样 通常都怎么样 我拍背 老婆要配合我 我拍背 儿子要配合我 那如果男人呢 男人不知道自己有病 那硬要老婆配合 应要小孩子配合 看到这个意思吗 我们不自觉的在人际关系当中 强制性的所求 他人来配合我们 配合我们的意志 配合我们的觉受 配合我们的观念 有没有 那如果当别人不是那样在表现的时候呢 不是那样在配合我们的时候呢 你看 我们先晓得 如果事情小 情绪不好 那小情绪如果没有好好处理 小事会变大事 大事会变得不可开交 那如果碰到大事情的时候 那就是更怎么样 更翻天覆地 如果没有那个大的决断力 常常呢 那种痛苦 那种纠缠 那种撕裂 就会拖得很久 比如说 那像我们 这几次都有谈到 像现在很流行的 这些所谓的外遇的问题 女人碰到男人外遇 我们好像看的比较多 对不对 一哭二闹 三上掉 那不然吵一吵 有没有 那能解决就解决 不能解决 可能就带着这种 破碎的心 然后继续在这里头 忍受 或者呢 有人呢 就非常有决断力 看清楚整个实况 知道没有办法 再相容的时候 切切做两点 然后找寻自己 独立的生活 建立起自己 不再去依赖一个男人的 这样的一种 一种心灵状态 那我接触到的 也有一些 男人 因为老婆外遇 上一次好像也 略略跟大家提导 但是呢 我看到 男人呢 反而 可能是因缘 几率的问题 比较没有像女人 碰到问题 这么有气魄 反而 反而 常常因为 比如说因为可能是 这个时代的关系 你看 这又是依赖的问题 我要讲什么 面子问题 然后呢 所以当男人碰到 这些问题的时候呢 他们不太 不太敢去找 不太敢去找那种 就是跟别人谈一谈 然后找那种疗愈自当 然后除非到怎么样呢 很辛苦了 然后才 打电话来 打电话来 也不敢说 你的名字是谁 这样 那我能体会 那我要说的就是说 如果说 我们说在这个人间字里头 比如说像上一次 又提到说 那个女人 事实上她是有外遇 有外遇 而且是被她先生发现到 发现到之后呢 不只是没有道歉 而且是更疯狂的 对她先生 辱骂跟攻击 然后否定她先生 整个的存在的价值 那你们就知道 那在这个过程呢 就会经过有很多的这些 这些调整 后来她 这个男人呢 她还是不想 放弃这样的女人 那我问你啦 如果你是 这样的一个男人 一个女人 我们一般来讲 不管什么样的原因 不愿意去 手持自己应该要 就是 我们说一般讲的 这种家庭伦理 那也没关系啦 对不对 然后做错事情之后呢 我们也不要说 做错事情啦 就是做了不恰当的事情之后呢 又用很狂烈的 暴烈的这种手段 来侮辱她的先生 就像说男人 有没有 有时候外遇了 有没有 同样形态 不只是 没对人没对人 有没有 而且是变成更疯狂的 去摧残她的女人 然后我也看到 也接触到这样的女人 在摧残她的男人 然后我问大家 那你们会觉得 你们会希望这个男人怎么样 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会希望他说 继续喝奶 还是说 看清楚这样的实况 不管你要不要跟他在一起 现在都不是适当的时机 对不对 现在重要的是什么 重要的是收舍你自己的心神 对不对 自己挺立起来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稳住自己的经济生活 稳住自己的心灵生活 然后呢 自觉性的让自己成长 至于这个女人 你根本拿她没办法嘛 那你就不要管她啦 那到你能够能量 比较具足的时候 你再回头来处理就好了 可以这个样子 那我碰到的那个例子是 那个男人呢 其实已经非常衰弱了 所以他事实上是打电话来求救 他说他也吵过张老师这样 然后他想去告那个女人的小三 我跟他讲说 你告得赢吗 你有证据吗 我说 那他讲得很复杂 我说那我再问他说 你有那样的体力吗 你有那样的钱吗 告赢了之后又怎么样呢 你的女人回到你边边吗 会吗 还是她回到你这边的时候 会对你行使更大的暴力呢 更多的伤害呢 我们没有办法 跟人家做什么样的 那个决定性的做法 我们只能做分析嘛 对 然后说你自己好好考虑看看 但是我跟他讲 他说他还有两个小孩 都国中而有说 所以你这个 你太太如果不想照顾他们 你事实上在这个时候 更应该表现出 作为一个成熟的父亲 在面临到这种家庭的变故的时候 一种沉稳的成熟的力量 作为小孩子在面对这些变故的 一种无形的教养 我说我除了给你这些建议之外 我没有其他的了 就是这样 好 那你看 那那个男人 为什么会我们听那个声音 然后他搞得我们说很衰败 心灵力非常弱 然后他跟我讲电话的时候 一直咳嗽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就叫做依赖 他觉得老婆这个样子 他没面子 然后因为这个样子 他又想出很多种状态 那小孩子怎么办 有没有 那其实主要的根结 这两个地方 主要的根结是 他自己不知道要怎么办 那他为什么不知道呢 他不想 其实 他不想去从这样的一种泥绕当中 斩断隔疼 挺拔而立 所以呢 他就浸底 像整个人呢 像浸泡在那个臭酸的 那个酸菜缸里面 比如说那你看 这样看到吗 有的时候我们因为 喜欢东西 依赖东西 你看 东西不见了 我们会哭 依赖人际之间的关系 不管你看 女人 或者男人 在这些关系当中 其实看得到什么吗 没有那个吻的 这些关系 其实是没有办法依赖的 待会我们就会知道 那所以呢 你如果一直 蓄意地 要把自己 锁在一个 非常不切实际的梦的时候呢 其实怎么样 事实上是你在封闭自己的心灵 也在摧残自己 会这样哦 会这样 我说你看那个男人 他就是没有办法敞开心胸 完全回应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们上礼拜讲完 还有一个朋友分享 他说 他三十几岁 老公就外遇了 他那两次之后 他跟他老公讲 没有不可能这个样子的 对 没有那种 那个你外交要买 来源要买 所以切切做两地 你见 然后呢 他就独立起来 抚养小孩 都干脆利落 然后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断地自觉性地 让自己成长 那我看到的 大多数的男人 我就说 我看到的 来找我的 这些男人呢 没有这个女人的 这种气魄 所以呢 就会怎么样呢 就会像那个 已经发酸的 那个酸菜 浸在酱缸里面 会不断地耗损 自己的整个的 生命能量 而且又会怎么样呢 让那个 已经外遇的 那个女人呢 更有理由 去瞧不起她 更有理由 去践踏她的生命 男人也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我刚讲了 这不是什么人 跳过去 因为大多数的人 都是白人 你能够很自觉性地 去反观 我们自己的 身口意形 去造成 别人的痛苦 烦恼 因此 懂得去 反省 然后去忏悔的 我告诉你 这种人 很少 你要有这样的了解 了解之后 那所以怎么样 就不是去祈求 对方怎么 就是不是用 用一个 像那个 那个 亲近的人 有没有 正常的人 那样的角度 去要求说 你不能跟他 那个外遇 怎么样怎么样 那结果自己又 走不出来 知道这个意思吗 关系的相处 有时候是一个 力量彼此之间的引动 甚至是一个 力量的一种对比 在彼此之间的相处上面 所以我们一直强调 亲友之间 其实它是可以是一个 有自觉性的成长团 那你如果没有呢 你若不是这样走的 知道吗 你如果不是一种 自觉性的 在关系当中去历练 去怎么样 成熟自己 去成全别人 往往都是怎么样呢 猶猶抱抱 当有人 他应该帮你拉下去 或者说 有人抱你 你扭他 不开 像你要怎么样 你要松手的 你要松手 松手不是无情 松手是什么 松手是务实 实实在在地了解到 我们自己的 无能为力 所以懂得 在现在实际地 发生了这样的状况里头 收射自己的心神 稳住自己的脚步 凝聚自己的生命的 成长的动能 这样才有转机的可能 那纵使呢 没有转机也没关系 为什么 因为你经过这场历练之后呢 你会看清楚更多的事情 我接触到的经验 大概都是这个样子了 不过目前是 大多数都是女人 只有一个男人 经过那个婚姻的这种 失败之后呢 成长 那大多数的女人呢 那个老公有外遇之后呢 都大部分都过了一阵子 就走出自己的一片天空 这个是很 我到现在 我也是百事不解 我真的到现在 我也是百事不解 所以我慢慢我在看 好像真的像 像说那个老子讲的那个样子 表面上面女人是柔的 但是事实上呢 他反而是很刚正的 那就是 这是不知道啦 这是我们说给大家做参考 但在这里头 我们举这个例子干什么呢 你看 都是 抚心刺骨 对不对 然后痛彻心扉的这种 生命的这种经验 那那个 那么大的那个痛苦 那个撕裂心扉的 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要去看清楚 那个依赖 那我们两个字叫依赖 依赖没那么简单 依赖里头有很复杂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说依赖 那你到底在依赖什么呢 对外在环境的依赖 对东西的依赖 物质的依赖 对关系境界的依赖 有没有 自己去看 那你再看 我们对自己这个暴身 六根的这个暴身 也有很多依赖 你看比如说 我们如果是一个 六根正常的人 你如果眼睛不好了 对不对 你看你要调试 没有眼睛的生活 然后甚至呢 比如说你如果 你手受伤了 你看或者突然之间残废了 对不对 那你发现 那都不是一种 一下子 你就能够调整过来的 也就是说 我们基本上不自觉的 对这个六根的正常运作 一直都有某种 不自觉的这种依赖 但是事实上 这个六根的运作 其实就像佛陀讲 有没有 它是四架独座 地水火轰 四肢毒手呢 大概差不多平衡的状态 我们会觉得好一点 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有没有 平衡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 动态的嘛 一定是动态的嘛 不是吗 那你如果是静态的 那就哇 那就真的太好了 有没有 这样呢 等我出娘胎以后呢 有没有 我只要吸了我妈妈的奶之后呢 从此又不用再吃了 对 静态的 但是它不是这样 有没有 那水是吃 吃下去了 有没有 对吧 我们那个变腰 咬下去的时候 我们就慢慢吃 吃下去的时候 咬下去就消失去 有没有 然后就慢慢变饱 饱到最后就吃不下去了 又开始 那这个吃不下去的 饱的状况又开始 慢慢慢慢变了 有没有 所以它是一个什么 这个身体 有没有 它就是一个 我们如果把它观察清楚 它其实就是一个 不断变动的 我们就用佛法的字来讲 就是四大不断地在变化的立场 从来没有一刻是一样的 现在也是这个样子 这个身是这样 那你看我们的眼球 你觉得你早上的这个眼球的状态 跟你现在这个眼根的状态是一样的吗 是吗 鼻根 舌根 我们刚讲的那整个的身根 那你看那我们在做到近接 比如说对于自己的这种感受 情绪想法念头 有没有 你今天你看世鬼多少年了 好不好 那所以在佛法里头的那个意根 那你看呢 现象变化 那你这个意根 会不会是不是也是根的变化 那你对于这个现象 你知道它在变化 所以我们说什么样 你的绝世 我们说意识 你看它是不是整个也在变化 那你看 我们这个 这整个的六根的爆生 叫做什么呢 眼耳鼻舌生一根 对不对 那它接触到所谓的色身香味触法 所谓的六层 或者所谓的六镜 对不对 然后它就会升起对这个 六层六镜的一种怎么样 绝世的功能 它就叫做六四 那这个根层四 它是静态的 还是不断地在变化的 对 好 那它在不断地在变化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 你看到什么 有没有 要有眼根处这个色层 眼是才会升起 那当下这个时候 眼根在变化 色层在变化 眼是在变化 我们说 这个叫做原起法 原生法 那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 你看 把我们这整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眼是的经验 鼻是的经验 蛇是的经验 身是的经验 意是的经验 其实这整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人生经验 就是我们的人生经验 对不对 那我们的人生经验 它是什么 怎么产生的 根层是合合处 对 所以它怎么样 我们说 它的这个经验 它本身的构成 它就要有一定的条件 对不对 这在佛佛来叫什么 它是原生的 对 那在每一个原生的 当下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升起 那个经验是不是就已经消失了 它就买了 那个原生的那个状态 它就变化了 所以事实上 比如你看 像我们直接这样感觉好了 你看我们都有吃饭的经验 对不对 那你本来肚子饿饿的 饿饿的 对不对 你看你 喝了一个菜汤 青菜决绝 然后吞进去 然后饭粒决绝吞进去 那个饿的那个感觉 是不是就一直变化了 是不是 所以刚刚原本 还没有吃饭之前 因缘于那个饿 所以我们吃饭 对 那吃饭的当下 就把那个饿的感觉就怎么样 就在破坏了 它就在破坏了 它就一直在破坏 一直在破坏了 看到没有 记不记得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有跟同学讲说 庄子 他讲的去明言 方生方死 你正在生 就是正在死 对不对 你看 如果没有出生 有没有死亡的问题 那当一个小孩子出生了 他就怎么样 表面上面他在生 事实上他也是怎么样 他就是在死 他越长大的时候 就越接近死亡 所以在这整个人生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一直是一个 我们说一个 缘起缘生的现象当中 不断地一直在变化 然后在变化的过程当中 前面的状态 他就不断地怎么样 这在那个哲学里头 就有很清楚的名字 叫做结构 自我结构 以本性的整个构造 因为缘起条件变了 他当下他就自我败坏 他就自我结构 deconstructure 的自我结构了 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这样 我跟大家讲一个 有趣的例子好了 那真的是很有趣 你看那个人间式的 那个姻缘 就是那么殊胜 摄利佛当然有妈妈 对 摄利佛的妈妈 有三个儿子 三个儿子都成阿罗汉 摄利佛有个小弟 那时候这个小弟还没出家 他妈妈想说帮他办婚 就是让他结婚 所以在另外的 讲说另外的 不能来一个城 也是一个大户人家 有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小姐 然后他们准备 就是说好亲戚 说好亲戚 亲戚 说好就准备结婚 然后要结婚那天 这个小姐的奶奶 带着这个小姐来 小姐是美貌如天仙 但是这个奶奶 她七八十岁了 所以脸皮都皱了 边上是一粒灰 这个是什么 不是只有菜贵而已 是菜贵薄 整个面都进去了 没有生机 没有颜色 没有血色 只有那种皱皱的 那样的一个皮肤 当天晚上 摄利佛的这个弟弟 马上溜了 出家 看到什么 不是说 这个漂亮的小姐 以后才会变成那个样子 不是 知道这个意思吗 不是突然变那个样子的 是什么 是在这个过程 就开始在那边了 是等于在这个年轻 你现在我们说年轻貌美 每一刻的年轻貌美 都在消失 因为各种不同的 四大的元素 一直在变化了 所以你每一个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可以让你 固定下来的那个状态 为什么 因为一切都是各种因缘条件 一直在原生 一直在缘起 一直就会 一直变化 一直变化 所以既然它是 因缘所生的 这种原生法的现象 所以它就会怎么样呢 自我破坏 不用人把你破坏 它叫这个叫做自我破坏 自我解离 自我解构 我们的人生先吃 把这一点看清楚 这是那个礼拜二 那个水佛法师 他在那个 他在讲法的时候 把这一点讲得 非常的干净利落 其实这就是真正 佛法里面的核心 所以我们上礼拜 有跟大家讲说 见缘起 活在当下 但是呢 你真正见缘起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什么呢 看到呢 这个看不是眼睛的看 是心里面的看 所以这个看是什么 叫做开法眼 不然你现在说没有了 我在看你 你探望也是 虽然那个 阿伯都变白 但是也是变一半 有没有 这是我们肉眼 人间的眼在看 那我刚刚讲的是法眼 你要深入去看 那你人间式的 你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六根所处的 所有的经验 从根本上就一定怎么样 根成是三者合合处 对不对 而当下 你看你的根在变化 视觉 你的耳根 你所有的这个六根的爆声 它都不停地在燃烧 然后你因为这个根 它不断地在燃烧 所以你触到的这个六层或六近 它也不断地在变化 那所以因缘与这个不断变化的 原生起来的六根 触这个不断变化的 原生起来的这个六层 才会生起这个不断变化的 原生的六事 对 是这样 好吧 那你告诉我 心在哪里 所以看到没有 如果没有这个六根接触的经验 我们的事 我们通常叫做心意识 你看他心他不会生起 但是他生起是什么 他不是自己生起来 他要有根 层 合合处 然后是生起 心意识的现象才会产生 是不是 所以你看这是什么现象呢 这是一个完全不断流动 然后他从来就是不会有一刻是相同的 整个存在的实相 不就是这样吗 那你看获得领会 所以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讲说 就像毕达哥拉斯讲的 一个人不可能踩进同样的一条河两次 为什么 因为河不断的流动 它随时都是不一样的河 为什么会这样 原生的 我现在问大家 有没有人会觉得说 你曾经是停止在一个不变的状况 千分之一秒钟 你会觉得会有这种时候吗 好像时间停止一样 然后你是不变的 想清楚一点 会有没有这样的时候 我告诉你 连死人都没有办法 连死人也没办法 因为他事大 他死了 但他的事大一直在败坏 一直在败坏 连死人也没办法 你看所以死人都会被风化 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地方 你看像我们每个人在呼吸 吸气 毒气 吸气 毒气 这个地方其实早就跟我们进来之前 都不一样 是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这是一种 用一种比较整体上面的 让你去进入一种比较深的这种冥想 其实这不是佛法里头的场观 你自己去感觉 你看他整个的存在 他就是这样在流动 就是这样在变化 完全没有一刻是不变的 对不对 那他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你有没有看到 这样你就要进入场观了 你看就是我透过我们的六根处六进 然后因为根本身是你自己要去感觉 要去观察 你看这个它是不断在变化的 所以六层也不断的在变化 那接触到六层之后 我们才会有感受有没有 情绪 然后我们的想法念头 要跟不要 这些才会升起 那升起这些情绪感受 想法念头之后 我们又会对他知道 知道现在感受好不好 现在什么样的想法 我要做什么 不要做什么 这在佛法里头叫做异音相续 之前跟大家讲 其实我们这整个的身心 就叫做五受音 身体的状况叫做射音 情绪感受这方面叫做受音 然后我们的念头想法叫做想音 然后意志 判断的这种作用叫做行音 然后对于这些现象的觉知 叫做四音 我们经验到的寻命就这样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心 其实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心是一种觉知 就是六四里面的 这样的一种现象 觉知到随着六四而升起的 这种现象呢 所以你会看 没有一刻的心是一样的 没有一刻 实相是这样 对不对 这样看不看 你看我们的心意是要生起 就是觉知 生起是根 尘 四 三者 合 合 处 对 然后四 生起 但是生起的当下就怎么样 破坏了 改变了 所以你的心是马上又变的 对不对 所以这样 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 所以你看你如果从这里头去深入 真的就会去看到这件事情 如果 比如说像你想听金刚经 金刚经里头 有很重要的一个说法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对不对 那你现在知道为什么了吗 还是不知道 因为新的现象的产生 是由根 尘 四 三者 合 合 处 而生起的 而根 尘 四 三者 合 合 处 生起的当下 当下就败坏了 所以哪里会有过去心 哪里会有现在心 哪里会有未来心 就是这个样子 好 那你看 你的心灵如果进到这个程度来 你看到什么 只有过程 只有过程 这个不断原生变化的过程 所以佛陆说 缘起甚深 就是因缘条件不断的在变化 不断的在变化 那我们的肉根 有没有 我们的凡夫的这种 一般人的这种思想跟信念 所看的 没有啊 你也是一千 你以为是这个样子 但是你如果注意去观察 你如果注意心静下来看 你会看到怎么样 你自身就像佛陀讲的这样 是一个怎么样 燃烧的五因 我们之前跟大家讲 四圣地 第一个苦地 生老病死 愿真会爱别离 所求不得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五因本身就在燃烧 你看我们 就是我们的身心现象 就是不断的 是一个原生的现象 所以佛陀用字眼 叫做五因次然 还没有办法很深的体会 那你先用想的 你看 原本一个 我们说胎盘里头的一个胎儿 他出胎之后变婴儿 所以胎儿在变化成婴儿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就在把胎儿的 这样的一个现象消灭掉 才会有婴儿的现象产生 那在婴儿的现象的当下的时候 是不是又会不断的变 他才会变成一个小儿童 所以等于说 他在走到这个小儿童的 这个过程当中 事实上是不断的在消灭掉 消灭掉那个婴儿的状态 那他这个儿童的状态 有没有曾经停下来过 你知道这个意思吗 他会不会 那叫什么 见动人 或者说整个冻结在那个地方 会不会 会不会 想清楚 你了解这个 很多事情就会解开 所以没有那个 所谓的儿童的现象 这个孩子 不是我们肉眼看的 我们肉眼看 用凡夫心在想的 事实上他整个是怎么样 他整个是 他整个五音不断地在流动 在原生 在变化 不是吗 他从来没有禁止过 那没有禁止过 我们怎么会觉得说 这个像是固定 恒常不变的呢 所以没有一个固定 恒常不变的像 有没有 这个像是当 我们这个像 其实认真来讲是什么 是因为我们这个六根的 这样的一个能力 就是他的这种震动 频率的觉知 因为我们心很粗 所以以为他好像是不变的 但是你从日常经历 你就看到了 不变 怎么会变老 有没有 如果没有变 怎么会变老 有没有 知道这个意思吗 所以是从在整个过程当中 所以我会非常赞叹 那个摄利佛的那个弟弟 他就看到 貌美如花的小姐之后 就知道说 这个貌美如花的小姐 在怎么样 在自我破坏 他一点到后就变了 本来一轮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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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 菜轮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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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缘起而原生的 所以你如果了解到这一点 就是到说 所以在整个 佛陀不是讲一个叫做无相三昧吗 为什么会这样 他怎么讲 他说 所有的相世上 缘与刚刚我讲的 就是佛陀讲的 根 筑成 合合 生 掩饰 所以这些都怎么样呢 因缘与根 筝 是三者 合合 处 而生起的 叫这个意思吗 所以他既然是一个原生而起的这个相 那他怎么会是 有一个固定恒常不变的相呢 那当下的原生的条件 又不断地在变化 就是说能够让这个相 暂时性 其实我这样讲的时候 已经都是世间语言 能够让它暂时性存在 我现在讲 暂时性存在世上也不可得 叫这个意思吗 因为都在变 根在变 层在变 事在变 所以怎么会有固定恒常不变的相呢 领会到这个叫做无相 所以这样才会知道说 原来是这样 所以没有所谓的过去心 没有所谓的未来心 也没有所谓的现在心 这些都是什么都叫做概念法 都只是概念 整个存在的实相 与这个概念其实不太相关 我们这些概念呢 都只是一种命名的作用 但是实相呢 它没有办法被固定 比如说你说 我们说眼根 那你 你知道啦 有固定不变的眼根吗 现在就在变 一直在变 你为什么说耳根一样啊 身根一样 你觉得身体 所以身体 或者说六根本身是概念 对不对 但是实际上是怎么样 它是一个动态的原生的变化的过程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 好了 那你看 眼根它是一个不断动态变化的历程 所以眼睛是什么 你会以为眼睛是我吗 清楚哦 你看 那它做到这个射程 也不断的在原生跟变化 所以射程也不是我 是不是 然后呢 源于根 眼 眼触摄 然后眼视生 那是因缘于这个条件 眼跟眼视而生起的这种 眼视的现象 那它也是这样啊 原生的不断在流变的啊 所以我们认为说 所谓的我在哪里啊 有没有 这样了解吗 我讲的历道 没有随佛法师生 所以我建议你们 那个星期二 那个下星期二好好去听 因为它讲的真的是 真的是原始佛法里头的 真正的参观 那你如果 你看像我是用很多种方式 让你慢慢自己从 我们说从异想的状态去感觉 那你稍微先静下来一点 你看你能够经验到的 这些所有的事情 它怎么样在构成 你能经验到的 就是根层是合合处 而生起受想是 不断的一阴相去 这就是你的生命经验 所以它像什么呢 它像一条不断原生的 所谓的生命之流 而这个生命之流呢 就是根层是合合处 不断的变化的现象 那你看 那所以它是一个 不断原生而变化的现象 那你要不要依赖 这样的生命经验 你觉得呢 这样的生命经验 是可以被依赖的吗 是可以被抓取的吗 想清楚 刚听有点难过 对不对 会觉得难过吗 这是实相 我们一般人 那部分的状况 会想说不要这个 它要活在假象里面 那也不是它故意的 因为它不知道说 如果活在真相里面 那要怎么去对待 因为它没有这种 没有这种智慧 你不要因为说 不知道这个 就会觉得说 那我自己是不是 那个智商不够 不是哦 我告诉你 在这个地球时间 2500年前 只有一个希达多发现 然后这样的法 传了200年之后 几乎就不见了 事实上是这样 所以呢 我们如果觉得自己 对这样的一个 生命的实相 还透不太进去 这完全怎么样 完全正常 那我现在先跟大家 提出这样的一个方向 是什么原因呢 一个人 只有真正动策 生命的实相 他的心才会完全没有依赖 因为他会清楚的知道 没有可依赖的对象 那你的心 只有真正清楚这件事情 才会怎么样呢 你的心才有办法 真正自由自在 你才会怎么样呢 你才会真正达到说 我不再自欺了 所以我也不会欺人 不然呢 其实我们心里头 隐隐约约 都很清楚的感觉到 这个人生 比如说 不要说三回 六回 不要说六回 十二回后 你大概就知道说 这个人都会死 世间是一个无常变化的 对吧 其实好像参想都 就是你要活的 这时候就很用力 有没有 比如说你看我们小学时候 你看如果小朋友 那个 现在自己好 待会儿自己好 有没有 你看你就会很紧张 那你看你就会想办法 有的小朋友 比如像以前小朋友 我小学的时候 因为我是山上小孩子 比较野 然后功课用 对吧 所以很奇怪 那些小朋友 就会巴结我 他怕我不理他们 那我慢慢才 从这个人生的 今天的过程当中 你看 为了那种 我们 我们没有办法掌握的 别人对我们的这种看法 然后不自觉 你看我们要去巴结别人 有没有 要去依赖别人 从小就只有这样 那因为小孩子没办法 所以从小怎么样 依赖爸爸妈妈 有没有 要看爸爸妈妈的脸色 有没有 因为他们是老大 有没有 那没办法 但是随着这样的一个 人生的阅历过程当中 这样我们看出来了 因为我们一直没有 那样的机会 去动策生命的实相 所以就会怎么样呢 一直会在寻求慰藉 老公啊 你早点回来嘛 有没有 老婆啊 我虽然那个粗鲁一点 但是我对你也不错啊 对不对 你不要对我这么无情嘛 对不对 小孩子啊 那个我已经这么辛苦了 你们对我好一点 你看 看到没有 你在对一个 完全没有办法掌握的 不断流动的生命的大流 有没有 在那边哭喊 然后呢 在那边祈求 你这些人都找不到 你会找谁 你会找他 你会找他 我做啊 拜托了 你把我保护一下 叫我母后 让我母后 快回来 让我乖到台下 让我那个 那个重道乐透 看到没有 怎么样 你的心 隐隐约约约知道 整个存在的实相 是你没有办法去掌握的 但是你怎么样 你看 你不敢释放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适当的 适当的方法 释放的方法 因为你没有真正去 动策实相 那你看你如果像今天 你慢慢这样想 凡升起的现象 就在自我破坏 有没有 所以刚开始那个摄利佛 还没有去找佛陀的时候 他看到那个马士比丘 有没有 马士比丘的位移非常好 所以摄利佛呢 就一直跟着他 然后等他脱波吃完饭之后呢 就去问他很多东西 然后呢 马士比丘发现 这个有来头 因为摄利佛的智慧非常高 口感非常好 但是他没有见法 所以呢 对这种聪明人 那那个马士比丘发现说 他又跟他讲很多 可能对也不好 所以他就不太爱讲 然后那摄利佛就问他说 那你这些从哪里学来的 他就说 我从我的老师那边学来的 那你们的老师是谁 他就跟他讲 是释迦摩尼佛 那他主要教你的是什么 所以马士比丘做总结 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命 所有的现象 法就是现象 不是现象自己在生起来的 是背后的因缘在作用的 现象也不是自己灭去了 是因为怎么样 原生的条件变化了 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今天到底不是这样吗 那所以你如果说 就看到说 所以所有的现象 都是会随着原生 缘起不断变化的历程 有没有 事实上呢 你很难 你很难去 甚至用语言都没有办法表达 其实 因为我们的语言是有限定的 限定的 比如你说 女人 这样叫女人 男人 这样叫男人 但是你看一下 有固定不变的男人吗 你觉得你是固定不变的男人吗 连标本都不是 也没有固定不变的女人 所以你看我们脑袋里头的女人 它是一个概念 脑袋里头的男人 它是一个概念而已 真正实际在发生的是什么样呢 生命之流动 所以 你如果了解到这一点 那你就要懂得 随时警觉自己的生命经验 我们说就是在六根处的时候 学习 随时像站在淡水河边这样 干什么 不是跳下去 不是跳下去 是站在淡水河边这样 静静的看着河水的流动 要有这份本质 你就会知道说这样真好 为什么呢 你喜欢小山 你去吧 祝福你 谢谢 再见 你喜欢大山 祝福你 谢谢 再见 真的诚心诚意 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 这样还是会受苦 实际上是这样 你知道这个意思吗 你如果真正动策了 生命的这种原生的这种流动 所以你就看到说 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 的那些像 所以叫做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以至于怎么样 所以你看无我像 看到没有 它就是一个生命之流 在缘起的条件底下的涌动 流动 无我 所以怎么样 也无我像 所以你就知道根本也没有人像 所以就没有众生像 所以你就看到没有一起的寿命像 知道吗 我们都说 你这个生命 其实哪是 生命是我们看起来 它这个像 但是它从来就不是固定 不是说六十年 都同样 这个模样 你看它是不断的变化的 它是缘起的历程当中 不断变化的 所以也没有所谓的寿命的问题 这个叫做寿者像 因为只有缘起 那这个像 我们说我们看了六根处而显起来 这个像 这是表面的 实际上是缘起 所以随时在缘起 像本来就都 都一定是 不会继续存在 它本身就会自我破坏 就是这个意思 缘起在自我破坏 有没有 这样听着吗 那你看 这样你还会依赖什么吗 你还会想去依赖什么吗 看到没有 你会觉得有任何人 有任何东西 有任何关系 有没有 是你可以依赖的吗 想清楚 你连地球都没有办法依赖 连这整个大气层 你都没有办法依赖 因为你看像什么 臭氧层有问题 然后地球现在被挖的挖 钻的钻 有没有 它一直都在变动当中 也一直在败坏当中 整个太阳系 都不是你能依赖的 因为太阳系 也是整个缘起 条件在变化 从所谓的 如果说 不过这一部分 不是佛法里头的生意 你看整个大自然界 这也是各种 缘起的条件在变化 那整生命现象 就很清楚了 因为都一定是 根层是合合处 有没有 然后受想是不断的变化 所以所有的都是原生 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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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凡有原生 缘起一定会怎么样 凡是击法 必定是怎么样 是灭法 击的当下就灭了 击的当下就灭了 所以 有没有 了解这件事情 才有办法通达 好 那我们这样就开始上课 想一下 我们先从很粗的表层来看 你如果没有对于 外在环境 随时会影响 我们这个身体的状态 那我们的身体状态被影响 你又没有注意 它就会变成影响你的心情 所以常常天气不好 或者说有时候我们 去处到一个 比较 那个环境不好的境界 有没有 你看你就灭不了了 你看我们不自觉的 对外在的环境 有一种很深的依赖 那你要去想 我们今天要讲 就是你在这个地方要自觉 环境它本来就是不断的在变化的 它本来就是不断的在变化 而且不是因缘与你而色 比如说我们举简单的例子 像我这种的 我如果进到屠宰场 闻到那个心烧的那个味道 我会想吐 身体自动会这样反应 但是他们在屠宰场杀猪的 是很高兴 今天这些很烧的 这个五花肉很好 待会可以赚很多钱 所以他会随着他的 心的那个取角 面对那个外在的那个环境的时候 他会产生不同的觉受 有没有 那你会听到吗 那比如说在这样看 你如果说 一个在做支援回收的 他看到说 沙漠地外面丢了好多垃圾 那些垃圾都是什么 可以回收可以卖钱的 他是不是很高兴 那我们如果看到 这沙漠地是在闭什么 外面都不在乡 然后你就会很不高兴 甚至下一次你就不想来了 对不对 但是那个回收的太太会怎么样 她每天都会孤在那边等 看到没有 知道吗 你看你外在环境 事实上不是外在环境 去决定你的心 是我们自己的这种取角 然后不恰当 所以变成被外在的环境 给引动带来那种苦恼 有没有 这是一个 这个层面要自觉 然后另外一个 在佛法 佛陀的这种提醒里头 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 因为我们常常要面对到 身体的这种种状态的变化 身体的苦受 简单讲 有没有 那同样的这种原理 有看到说身体 它不是谁在掌握的 对 四肢毒舌不断地原生的现象 就是地水火轰 不断地在原生的现象 那你没有办法拿它怎么样 你只能怎么样 做适当的对待 但是你没有办法掌握它 因为它就是一个 不断缘起 缘起 缘生 缘生的现象 所以既然是这个样子 我们没有办法 掌握到的任何现象 所以它要怎么样 我们今天要不要跟着怎么样 我说的意思是 先要建立起这种自觉 有一句话 有没有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 有一个行政院长 因为他是那个 算是那个 妈妈 等爸爸找死 然后妈妈改嫁 然后他常常讲一句话 天要下雨 妈妈要嫁人 我有什么办法 就是这样 但是他在那个过程中 他还是怎么样 他尽量去成长他自己 知识的追求 然后人格各方面的 这种锻炼 这个意思 所以你看你要去自觉到 这些都不是 你没有最后的决定权 最后的决定权是什么 一直都是最后的决定权 也是开始的决定权 是什么 缘起法 缘起 缘生 那你看你的心 如果了悟了 对大自然的这个环境 比如说你看 你如果知道 这整个外在环境 也是一个缘起 缘生的现象 你不会留恋这个时间 你不会留恋这个大地 因为你知道 他现在就在变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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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好也在变坏 我的意思就是说 好的当下也在变 所谓好也在变 坏也在变 没有一刻不变 那你能怎么样呢 所以你就不会去留恋他 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说看 可以不变 永远停留在17岁 都像一朵花这样 那你留恋还有点意思 但是那是不可能的 你现在就要去问这件事 为什么不可能 然后这个不可能的本质是什么 不可能的本质是什么 因为这个本质它是原生的 那原生的一个特性是什么呢 就是原生 那用我这个未来的师父 这个话来讲就是这样 自我破坏 就是在破坏 就是自我破坏 所以在 比如说在那个 佛陀这样讲 有没有 一切法是坏法 苦法 坏法 就是败坏之 不断地在败坏的 那在千金道论里头 十六观字里头 有一个 生灭随观 建议就叫灭坏随观 他在看什么 不断地败坏 不断地在灭坏 因为实相就是这样 实相就是这样 这个灭坏 这个灭坏 这个败坏 不是你要让它败坏的 不是这样吗 你当然想 不用擦SK2 就能够有这样的皮肤 不是吗 所以你不会想要败坏的 但是怎么样 由不得你 因为本来就没有你 知道吗 一切都是五因的 不断原生而不断败坏 不断败坏 不断灭坏 不断灭坏的现象 那你在这点 有没有不同意 不同意要在这边停一下 不同意要在这边停一下 你要把它想清楚 对不对 所以你看 从外在的三合大地 到内在的这个 我们认为的 好像看起来 有点像样子的这个身体 其实它一点都不是这个样子 你看你现在 这整个气脉 血流 心脏的波动 不会有一刻是一样的 现在的吸气 马上变成现在的吐气 有没有 现在的吐气 又变成现在的吸气 而且在吸气的当下 有没有 就在消灭吸气的现象 对吧 你滴滴滴滴滴 就越来越免贴 滴滴滴滴滴滴 就越来越免贴 有没有 这样看到自我破坏的要素了吗 的这个特性吗 吸气本身就在破坏 自我吸气 吐气本身就在破坏 自我吐气的这个现象 看到没有 进去 这样看到吗 生本身就在破坏 生的现象 所以会怎么样 会老 会病 会死 那死本身也都在 破坏死的现象 因为怎么样 你如果 没有心灵里面 没有见证这个实相 随时都会有攀缘抓取 所以怎么样 死不了的 会轮回 死不掉的 你马上又 瘦身 转世 但是那个也不是你的 那是什么 五音的一个流转 知道吗 而且我们一般人不知道 是说那也是我 不是 这个其实不是那么难 你如果静心下来 你就会看到 比如说 你们有没有留下 以前的那个照片 有一天 你最好把它拿出来看一下 你如果有三回 十三回 二十三回 三十三回 四十三回 五十三回 你把它排起来看一下 怎么会这样 这些三回 五千块 怎么会我 现在已经 原型突出的 这些 又是我 你就会有 疫情出现 所以只是五音 这个五音的 生性现象 随着不同的因缘条件 在这边 在这边 那那个像 是我们把它固定下来的 那个像 是我们把它固定下来的 其实那个像 众子说 在照片像的 上面的像 有没有 其实众子是那张纸 也没有办法被固定 你看它会花房 有没有 你如果开始 那些东西就没了 也是没办法 设法 物质先量再变化 而且它会怎么样呢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 比如说你把那张照片 拿起来 拿很近看 跟拿很远看 看的感觉不一样 也不一样 所以你看 色尘在变 那你的眼 眼根也不断的在变化 你用这样的感觉 去经验 去注意看事情 那你现在看 你听声音 触到你的耳末 然后你生起 你的对这个声音的觉知 形成你的响 从你的记忆库里头 调出这些概念 有没有 它哪时候是一样过 你看 它是一个 我们连用语言 都没有办法 去诉说的一个 永恒的流变 生命经验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 有一个修行人 他讲得非常好 阿讲啥 禁止的流水 流水怎么会是禁止的呢 但是禁止的流水 流水但是却又是禁止的 禁止的却又是流水 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有没有 都如意书 那我要重点在哪个地方 重点就是 那是阿江茶的境界 他体会到的那个境界 他用那个语言在描述 但是事实上我们 心静下来之后 你可以在你整个的 六根促进的经验上面 完全经验到这件事情 当下就是这样 不然你以为当下是什么 当下就是这样 所以了解到 生命的实相 它是一个原生 而无法停止的这种流动 如果你不知道的时候 就会随着不断原生起的 这些身心现象 那就怎么样呢 因为不知道叫做无名 无名的时候 你就会投入喜探 会抓 那会抓你看 那你就会不断地去黏绝 不断地去直取 不断地去连结 不断地去连结 但是呢 整个的境界 整个的实相 又是不断地变化 有没有 佛陀说的五音在燃烧 那你听我黏到什么 那你感觉 你黏到的就是苦 你黏住的 就是苦而已 不会有其他 那你不知道 连苦都是不断在败坏的 为什么 因为变成你的响 变成你的直取 然后你会去强化 然后变成你越不甘烦 我们甚至不断地在苦当中 在自苦 那所以呢 会活得很不自在 看到没有 所以你如果 你看 心静下来 感觉一下 整个 你看你的 你现在用你的 对这个身体里面的 我们说这里头 有很多脉冲 心脏的搏动 跟这个经络里头的 气的脉冲 就是血管的脉冲 跟这个 跟这个气脉里头的脉冲 它形成这整个身体的 这个共振 有没有 静下来 你就感觉到了 从来不会是一样的 所以你看它是什么呢 它是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的水分 就是水分 然后还有火 还有身体的 这些营养素 的整个的状况 的一个暂时性的 这样的状态而已 那就又过去了 就又过去了 就又过去了 整个的状态 整个的境界都在变化 都在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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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叫做五因次然 在这样的一种 深层的 这样的一个体会上面 你以为你是谁 看到没有 没有谁了 看到没有 这个叫做五我像 只有缘起的五因 不断的在流转 五我像 你怎么知道 内观知道的 所以你就会知道 所以我认为的 我是什么 叫做概念法 我认为一个人 你把我没有 现在问一下 你认为我 不要那么快摇头 你不是你吗 我在哪里 我 你认为的那个 我在哪里 你说就是这个身体 那这个身体是什么 四大 所以四大 我们说那心脏 血管 脉冲 那不断的在变化 所以身体也不是我 实相是这样 有没有 我 我只是一个概念 所以那个在佛法里头 叫做妄想 我见直取 有没有 现在听好 不是没有这个身体的变化 不是没有这个五音的变化 有 这是实际在发生的 他不断的在原生 不断的在原生 但是有没有 一个实际存在的我 我们说我 是不是 一个我 不变的我 恒常不变的 那个才叫做我 对 但是你会发现 整个的存在的实相 没有那个东西 整个存在的实相 就是不断的原生的现象 对不对 还不太清楚 所以我看那个 要用功一点 不过这没有办法的事情 所以那等于是说 我们这样看 你现在先用这样的 从理性上面来了解 至少你可以接受 对不对 生命就是这些 那你说把这些现象 称之为我 那我刚刚不是告诉你吗 你把三岁到六十三岁的 照片摆出来 你告诉我哪一个是你 三岁 如果三岁这个叫我 六十三岁这个 就不应该叫你了 因为没一体是同样的 好不 三岁期间 到六十三岁 没怎么变 没一体是同样的 你身上没有一个细胞 是三岁前的细胞的 其实 但是我会明明会觉得 三岁是我 然后六十三岁 所以六十三岁也是我 这在佛法里头有什么 你知道吗 生法即是我 六根处近 眼根 比如说眼根处色产生掩饰 境界升起 然后你会怎么样呢 生法即是我 现象升起的 你以为怎么样 那是我 所以这个叫做 无明的望见 但是事实上有现象在升起 那你在这种妄想当中 投入了这个我见 其实就只有这样 所以呢 你把妄想的东西放下来 就能够怎么样 活在实相里面 不断原生 不断原生源起的现象 是不是这个样子 好 那你看 一个心灵里面 已经测悟这种 生命的这种 原生源起的实相 他会对他所遭遇到的境界 会带来优悲恼苦吗 最好 对 境界本身是不断原生 而且他原生的时候 当下在败坏 我说如果 已经有这种政见的人 健康就这样 他会因缘于境界 而升起 优悲恼苦吗 就不会了 就不会了 那所以 在佛法里头 这叫什么 这叫正见缘起 就是正见缘起 正见缘起 所以就知道说 只有原生 原昧的 这整个五因的 流动的现象 它是怎么样呢 非我 非我所 不是我 也不是我的 也没有一个 我在这些 圣经现象里面 听到后 有身心现象 不断的原生的现象 但是没有我 也不是我的 你就是要在 这一辈子之前 临终之前 去取证这件事情 不是跟我这样说 你想 你要去取证 就是在你的心里头 变成怎么样呢 完全 无或无疑 这个叫断疑 断除身见 对于生命存在的 实相的这种疑惑断疑 所以会知道说 在什么状况底下 一定会继续流转 如果在什么样的 因缘底下呢 生死流转 就会熄灭 所以这叫做 得知法助治 得知虐盘治 所以叫做建法 就叫做建法 你们第二本书有没有 建法开悟就是这样 但是建法开悟 会有深浅的问题 还是会有深浅的问题 所以会有随性行 也会有随法行 但是呢 你在心灵里面 你在心灵里面 对于生命是一个 不断原生的流动之流 这件事情 有一个清楚明白的冻结 这个就叫做建法 这个就叫做建法 好了 那你看 我刚讲了 那比如说 一个建法的人 他怎么样呢 他触到境界 比如说 那个 老婆有小三 有没有 或者说老公有老三 这样有没有 那他会怎么样 摇一下而已 摇一下 摇一下是什么原因呢 原本的习近 原本以为的那种稳定 原本的那个望见 当下他生起会有冲击 没多久 他就会放下来了 他一定会放下来 不管是继续合在一起 或者分开 他就会找到一个 适当的对待的方式 就像刚讲的 让自己的心 能够稳住下来 让自己呢 成长 挺拔起来 他就会这样 因为他 为什么他能这样呢 我都不是我了 他怎么会是他 你知道吗 因为一个正见原起的人 知道说 生命里里外外 都是各种原生原起的条件 在交错 而在交错的过程当中 不断生起 不断变坏 就是我说原起的条件 不断变坏 所以境界 他就不断地接踵而来 他就在地地变了 那很清楚 他有他的原起 他有他的原起 跟老三也好 跟小三也好 有没有 就像我们说 当过行政院长 那个朋友讲的 天要下雨 娘要改嫁 我有什么办法呢 知道这个意思吗 但是 一般人 会是在一种忧伤 或者说 那个比较无力的状态 去接受这个事情 那你如果说 比如说 你一个人的心地上面 测见这种 这种原起的人 他会怎么样看 他就知道 就是原起的 所以怎么样 忧伤 然后痛苦 他就是动一下而已 他就怎么样 他会自己去摆平的 他不会去怨他 不会去怨他 不会想 不然我来给你告 不然我来给你挤 你不留着 我就挤你的手 挤到我连手 都挡去 然后他就还是不想 不想让你拉 跪下来求他 我告诉你 他不会这样的 不可能这样 所以我现在要讲 在佛法里头 佛头说什么呢 人的心里头 有很多的结 有贪心结 有称心结 有没有 有身见结 那一般修行人 还会有戒取结 然后呢 对于生命的实相 不如实之 所以会有疑结 不甘 因为我们遇到 事情的想要在里面 这就是贪心的现象 遇到不好的 事情的想 一直要把他撒过 就在里面说 这就是称心的现象 然后呢 一直会以为说 这个生命是我是我的 这个就叫做生见 那因为你有这种生见 所以呢 不知道说这整个生命的 这种流转的这个思想 所以就会怎么样呢 我是不是业障深重啊 我是不是去卡到阴的啊 有没有 那我是不是要找哪些菩萨来拜一拜 找哪些佛来拜一拜 保佑保佑啊 有没有 这叫戒取 这就是一种宗教上面的戒取 那呢 因为你不如实之生命的实相 所以你看 你会疑人疑在 会这样感好 会这样感不好 有这五个结 那你看你有这五个结 碰到境界的时候 就会怎么样呢 刚讲了 你看你有贪心结 所以碰到境界 合一的你看 你会抓得很紧 那你这个合一的 比如说你想说 你抓你老公 那老公明明有小三 有没有 但是那所以你就没有办法放手 甚至你会一直抓他 那老婆有小三 你看你有贪心结 简单来讲 你看你就不敢放手 你放不了手 那甚至呢 你看我们会出到 这是不合一的境界 所以会起狂乱的称心 那甚至会想尽办法 有没有 掩饰自己的贪欲 有没有 掩饰自己的称心 然后掩饰自己的衰弱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苦恼当中 在这个结当中 你看他表现出来的 那个叫做趋力 由于结死而形成的 那个驱动力 叫做结死 死 天死的那个死 那等 你有这个死 是因为有这个结 所以你的心 就被这些结绑住了 所以有结就会有辅 束缚的辅 心有被束缚 所以就会有这种 来自于束缚的 你完全不自觉的 被驱动的 这样的一种现象 叫做死 所以你看在境界当中 就会怎么样 苦恼了 有没有 就会苦恼了 刚才没感到的 他如果这样 越想越不敢 有没有 脑就生起了 那就是脑 有没有 那你看脑 你又不知道 寻根探源 有没有 所以就怎么样 缠住了 所以就缠住了 所以有结 就会有辅 有束缚 有束缚 就会有结死 有结死就会有脑 就会有苦恼 有苦恼就会怎么样 被苦恼缠住 缠绕 有没有 所以你看 很多时候 都在唱哭 有没有 因为都在唱哭 看到没有 都缠住 都缠住 就这样来的 对 你不用这样 有没有 你要遵守我们的婚约 对不对 就是一男一女 然后白头斜然 你怎么可以这样 我就是要这样 我就是要这样 不能你怎么样 知道这个意思吗 何必呢 何必呢 何必那么糟蹋自己呢 爱就好去 生命 生命 在人间事里头 我这样讲好了 佛陀为什么说 我们是可堪怜悯的众生 你们知道吗 不是佛陀比我们轻高 而是佛陀看到 我们里面都有贪嗔痴 不是说贪嗔痴是不好的 不是说因为贪嗔痴 所以才变成一个 好像那个比较劣等的人 不是 不是这个意思 佛陀的可堪怜悯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的心里面有贪嗔痴 因此自己不断在受苦 制造苦因 制造苦缘 不断地在受苦 你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从一个解脱者的心灵 来看我们的时候 他真的会看我们 他真的是觉得 我们是可怜的 我们是可怜的 不是因为他比我们伟大 不是这个意思 是因为他看到 我们自己在痛苦烦恼当中 自己缠绕自己 而不知道出离之道 就这样吗 所以真的是可怜 真的是可怜 也就是因为这个样子 你看从这个角度 你们就可以进一步 在以后在理佛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 佛陀的心 佛陀就是这种慈悲心 他看到我们在这种 贪嗔痴的缠绕底下 一再受苦 然后一再在生死 轮回当中碰撞 然后一再受苦 一再在这边呐喊 然后一再在那边 那个挣扎 加牛 加牛 有没有 加摆 加摆 他就是看到这个剑墙 所以他赤着脚 用46年的时间 有没有 开始 第一次讲 转法轮经 对不对 最后一次 对西法陀罗讲 讲八正道 所以事实上是这样 开始是四圣地 最后也是四圣地 过程也是四圣地 这个叫做初中后善 什么意思呢 佛陀一辈子教授法 从他开始转法轮的 第一个起心动念 第一个念头 就是要让众生 在听闻他的法之后 能够怎么样呢 彻底断除痛苦烦恼 就近苦寐 停止生死轮回 第一个起心动念是这样 佛陀的临终前的 最后一个念头 也是这样 所以让须把陀罗 当下证得阿罗汉 过程也是这样 所以并不是 并不是说 佛陀有说别的法 没有 没有 佛陀就讲这样一法 那只是因缘条件不同 有没有 所以有时候会跟人家 那个人讲一下四正段 这个人讲一下七觉知 那个人讲一下四念处 但是你慢慢你懂了之后 你就发现一件事情 你如果要在佛陀的法里头 一个法去满足的时候 全部三十七道品 都会满足 它会变成这样 那回来 所以看得出来 你看如果说 我们的心灵里面 没有办法 自己去自证 这个生命的究竟实相 心里头就怎么样 这就是叫做无名 无名就是不知道生命的实相 而生命的实相就是 五音是随着因缘条件 不断地在升起转化的 它是一个原生的现象 对这件事情你真的不知道 所以就会怎么样呢 以为说这个身体是我 感受是我 生命是我 所以你就会怎么样 不断地去执取 就会不断地去执取 所以就会不断地投入 所以就会不断地 这种转世的现象 所以就会有不断地 痛苦烦恼生起 这是比较深的这一部分 对吧 那我们说在人间世里头 你看 从这个 你看像说 像佛陀他们 或者说你看像那些阿罗汉 因为他们就是如实 之见到这个生命的实相 所以怎么样呢 知道这些都怎么样 这些都不能碰的 不能碰的意思就是 不可以抓 因为它是流动的 你要抓什么呢 你抓的时候 实际上只是抓住自己的想 抓住自己的概念 抓住自己的妄想而已 整个实相不是这样 你抓得住青春 你认为青春 青春它是两个字 其实没有真正青春的现象 因为它是一个流动 它就是一个流动 生命不是概念 不是假象 生命的实相是这样 五因 有没有 身心现象 它就一直在流动 那我们没有办法 人类一定要用语言来界定 有没有 来分别这些现象 那用语言概念 它只是规约的 真的只是概念 所以叫做概念法 而不是真实法 是概念的 你多在概念里面 就会变成在电脑梦想里面 有没有 那你如果活在真实的现象里面 就知道了 一切是缘起的 是原生的 因此它无我 无我所 纵使 有没有 我还没有测见 但是呢 听闻这样的观念跟思想 用你的生命经验 去比对一下 你就会发现 好像是这样 那既然 不是用你的禅观上面 去内证自觉 那至少你在思想上面 能同意 那你同意之后 你就发现有结论会出现 所以生命的内内外外 自身 他身 都是一个 无常流动的这种现象 所以 你没有办法 执取什么 了解这一点 所以怎么样呢 在我们的生命境界当中 非常 自觉性的 生命境界就是什么 就是六根促进 就是我们的生命经验的当下 学习 我们一直强调的 保持觉知 你的心在哪里 你现在想什么 你现在怎么在面对 你现在怎么在看待 那你出道境界 找自己的心在哪里 你在想什么 然后怎么样呢 马上你会对你自己的念头 想法又有觉知 那你就看到说 你这个想法跟念头 跟你已经 觉得比较合理性的 这种生命实相 缘起的 无我 无我所 这种实际上 就是这种不断流动的 无以明知的 这种原生的现象 生命是这样 那我为什么 要在这个地方执取呢 那我为什么 要在这个地方执取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受苦呢 我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 自讨苦吃呢 有没有 就这个意思吗 这个叫做 由根本作义 来怎么样 对峙当下生起的 不恰当的起心动念 所以这是一种 作义的对峙 那到有一天 我先这样讲 会不会太快 那你就能够从 用这种证件 来调伏 减除 有没有 我们当下在 人间世里头的 这种种的苦难 这就差很多 依证件 这咱们说 这只用小感化 依这种 缘起的证件 来调伏 六根促进的 当下 生起的强烈的 这种谈成痴 这 这还是世间的 但是已经可以 把我们的痛苦 把脑扫很多了 那你透过这个过程 心呢 会越来越释放 那你譬如说 咱们说 越看越开 但是呢 那一般人的 越看越开 他可能走向一种 比较虚无主义的 或者犬儒主义的 那在佛法 有正思维 依正见而来的 不断的去释放 自己的词取 这种经验的累积 会怎么样 会引入正果 他的开心呢 会本来是怎么样 勉强在开心 到最后呢 会真的变得很开心 他就会一直 层层转进 层层转身 为什么 他会不断的 在他的生活经验的 过程当中 看到苦 原生的现象 就不断败坏 这个叫做苦 所以你如果 有所持取 一定是苦上加苦 这个叫苦疾 所以会如实之苦 如实之苦疾 因此你的心呢 阿伯就都没人说 你会如实之苦 你会如实之苦 那所以呢 你如果想要过一个 少苦离苦的那个生活 你就会自觉性的走在 八正道上面 那会变成什么样呢 所以你这一辈子 就会成为 佛陀在阿罕经里头 讲的那这个叫做 善男子善女人 能够支持自己的 身口异形的品质 而不会随着 境界的冲撞 而东倒西外 就是你自己会走在 十三夜上面 远离偷盗 杀生 邪淫 也不会去骗人 然后呢 离贪心 离称心 安住在这种 政见上面 就变成一个 世间的端正的人 而你这个世间的端正的人 他会变成什么 他不是来自于宗教信仰 他是来自于什么呢 你的心灵里面 已经彻底的认出了 这个生命实相 所以呢 只能用这种方式 活在这个实相里面 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这件事情呢 你自己会很清楚 那因为你已经很清楚了 所以你会怎么样呢 对于 别人的不亲不楚 有没有 你会怎么样 你也会很清楚 你知道吗 所以你不会勉强 爱去 你就去 你知道吗 想去 你就去 不会在那边纠缠 为什么呢 因为你会很清楚啊 纠缠 第一个 纠缠自苦 就是对自己当下的 生命境界里头 没有担当 那呢 你纠缠自苦 然后你又去苦他 人家明明就要去跟他的小三 有没有 那你明明你不让人家去 那这样不是很残忍吗 有没有 所以你又苦他 人 人 在刺 在诞 有没有 那你不是苦他 又苦了他的小三吗 那何必呢 所以呢 就怎么样 会自觉性的 刚刚讲 收射自己的心神 然后安住在自己的生活的基础上面 去挺立自己 那怎么样去安住在自己的生活上面呢 我们刚讲了 对不对 知道说这个世间是一个为罪败坏 就是因为它是原生的 人际之间更是这个样子 男女之间更是这个样子 其实都是这个样子 但是呢 回来了 所以我们要再怎么样 要在世间存活 所以你要怎么样 佛陀说 要能够有这种 你在世间存活 比如知识上面 寄宋上面 或者说心灵上面的这种善知识 庄严的人 随时可以提醒你 然后你要怎么样呢 方便具足 我们在家修行人要这样 方便具足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的专业技术 你要好好去做头路 在你的头路上面 把你的技术不断地提升 方便具足 那你有专业知识 然后你好好的去工作 一定会赚到钱 赚到钱之后呢 你要怎么样 守护具足 好好的去用你的钱 不是做钱奴才 但是呢 不是乱花 然后呢 再来呢 周圆掌户 把你这些钱呢 不只是好好守住 而且能够怎么样呢 很会用钱 很会用钱的意思是 给 比如说给老婆 给爸爸妈妈兄弟姐妹 这就是善生经里头的交法啦 朋友眷属有需要 我们乐于 去跟他们 分享我们所拥有的这种财货 然后呢 对自己也不要吝啬 这样 那你看那你能够 在这样的一个 人间式的生活上面 建立起世间的政见 然后呢 有专业的技术 然后呢 能够去好好的去处理自己的财物 基本上就怎么样 你的人生这样就大概不错啦 所以会成为人间的三男子三女人 他就这样来的 好那你如果你看 在世上是要修道 要有这个基础啦 修道要有这个基础 所以这个叫做 那个叫做 道前之良 你要修道一定要这样 我的意思是 要真正进入佛陀的这个 生法药 有没有 你要是世间的一个端正的人 不不可能 他不会说不可能 好了 那你看你有这样的基础 然后再怎么样呢 随时自觉性的 有没有 去听闻正法 然后 内政思维 然后进一步随时调整 自己的身口意型的品质 让自己怎么样 就叫做增上欲 就是自觉性的成长的这种欲愿 所以你才会怎么样 看到自己身口意上面的不足 有没有 所以你会生起惭愧心 不好的 我们才想要把它弄掉 你如果没有想要 自我成长的欲求 有没有 很多人如果浸在我这里 你也不知道你不要 东施不知道自己 不能叫做施 他不知道自己丑 所以他就不会有惭愧心生起 所以你有这种 增上自觉性的 这种成长的欲愿 所以随时在生活上面 你看 不恰当的事情 不恰当的起心动念 我们就会生起惭愧心 然后会去断除它 你看生命就一直增上 然后生命一直增上 到适当的因缘 碰到真正的 那个大善之事 有没有 然后那个法源成熟了 很快就会进去 这就是生命的 基本上 就是我这 这等将近20年 这样探索 然后50年的 人生岁月 所留下来的心得 它真的是这样 很多事情 到处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 很多事情都是不求知的 慢慢会真的会去相信 缘起很深 比如说我跟大家讲 我这个经验好了 我本来过年的时候 我还想把那个 从去年10月以后 我把中国的先到的理论 大概整理好了 那知道是怎么回事的 所以我就放下来 然后我就开始讲 整理中国的禅宗 跟中国的华言宗 跟电台宗 然后那我一直读 所以我就电话都拔掉了 一般他们讲 叫做闭关 我参闭言集 然后那个闭言集 参完了 换参中进路 中进路也翻了25卷 发现中进路也都不断在重复了 就在进入那个 那个大致论 大致论我又从 因为之前我就看过前面20卷 所以这一次我就从80卷 看到100卷这样 看也都没什么 但是那怎么样呢 我就发现这些东西呢 基本上不会真正有意义于 我们世间人 在身口疫情上面的 自觉性的增上 所以我就怎么样呢 我就书放下来了 我就把书液盖上了 那盖上的时候 其实我眼睛也累了 我现在是既老花又闪光又近视 然后呢有一天 我在书盖上之后呢 我就在我们那个 就是那个庭院前面 那不叫庭 就阳台前面喝茶 慢慢在喝茶 然后我就在想说 那我现在要怎么样继续我的人 所谓的我的人生呢 为什么我问这个问题呢 因为我对求民没兴趣 我对求力也没兴趣 我将近二十年都在探索究竟真理 那在当这个时候 我的看救的那个心呢 已经完全停止了 就是我已经知道什么是什么了 那接下来的人生怎么过呢 我那时候就在想这个问题 那突然就一句话跑上来 那就让风吹吧 风吹我到哪里 我就到哪里 那就在这样决定不久 美琳就找我来 没过几天 那就把我吹到这边来 那把我吹到这边来 我们这个课程还没有结束 我又被吹到山上去 就是那个随佛法师那个地方去 所以我看到的是什么呢 一切都是因缘 都是因缘在流动 都是缘起的 都是原生的 但是我此生之所以能够碰到一个 我心目中里头 不论在学养上面 你们去接触就会发现 随佛法师几乎就是一个佛学使家 学养是我不及的 在阿含经的深入上面 整体的整理上面 是我不及的 在禅观上面是我不及的 在身口异性的品质的清净上面 是我不及的 在为弘扬正法的这样的法院信念 跟精神力道上面 是我不及的 我原本要随风吹 所以其实你对我来说 没有什么 那个人生的路我走过太多了 我们年轻就在做很多 你们想象不到的那种社会运动 但是现在不过我吹到 随佛法师这边去 你看有没有 不是谁在决定的 不是谁在决定 所以只要你怎么样呢 我的生命经验这样告诉我 只要我们很真诚的去面对 自己的生命的问题 然后往那种正向善向的方向去寻求 自我突破跟成长 基本上都会有善业 善缘的这种 就是会有这种善的因缘去原生 这是我对生命很奇怪的这种信心 跟大家做这样的分享 那所以你看呢 不是去依赖外界 你能从外界取得什么 不是 是从我们的内在 我们的内在里头 你能够拔出 你能够用什么样的信念 什么样的心态 去对待这一场生命 它事实上是很关键性的 你如果是一种成长性的人生观 它就会一直迈向成长 你如果是一种必锁性的 那你就会怎么样呢 自我封闭 然后自以为是 然后那个傲慢 所以你就学不到什么 真正的那个东西 你就不会成长 你如果说是一个逐名利的人 那就逐在名利场中去追逐 比如说类似这个样子 所以我要说的 就回到今天的结论 心灵上面的苦 其实不是往外看 外面的只是因缘 甚至是你苦恼的这种助缘 要看的 回头看的是我们的心 看到什么呢 我们的心对三合大地的依赖 对老婆老公小孩子的依赖 对现实境界的种种的依赖 是看到那个依赖 看到那个依赖 造成我们生命的那种 无力跟困顿 所以浸在那个酸菜缸里面 那你要从那里头 自觉性的去看到说 这种依赖 它本身既无意义于你 也无意义于他人 也无意义于世间的解决 生命是一个非常流动的 就是流动本身的原生的现象 那你要不要自觉性的 有没有 自觉性的活在这个生命的实相里面 所以第一次跟随伏法治见面的时候 我说我对宗派没有兴趣 我只是想要活在真理里面 所以我一辈子在追求真理 希望活出能够接近真理的生活 那我觉得头发都白了年轻半百 那我非常感谢各位 我们有这样的这种 很好的这种发愿 那我是这样想的 也是因为我来这边 那个依法供养大家 对不对 这算一桩善业 那因为有这样的善业 我无私地跟大家分享 没有名利的问题 那本来就想随风吹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缘起底下 我才有办法跟随伏法师对话 比如说我如果是一个 很娇慢的人就没办法 事实上是这样 所以有这样的一种善法源 那跟大家做这样的分享 那这样我想应该很清楚了 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的心灵 真的自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